阿力公威 大家好 我是阿力 水瓶座的口头禅 我真是个天才 尽管是才华洋溢又是天才的水瓶座 但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委屈及不公平 需要被洗白 当然呢 今天的星座洗白系列 就是要来帮水瓶座洗白白 在此呢 先祝各位水瓶座的朋友 生日快乐 大部分的人讲到水瓶座 可能会说他们变化多端 太过执着 过于励志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水瓶座是个十分特别的星座 他们很重视自己 但也会尊重别人 尽管有人说他们任性 甚至有点理直气壮 虽然水瓶座的人都会统一口径 绝对会否认他们的固执 他们的执着 好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一定在想 哪有 我哪有 不过啊 在我眼里 水瓶座不但聪明机智 且满身才华 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分析事情也非常的透彻 往往跟从自己的直觉 都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哦 于是他们的自我认可 才能够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成功 而且最大的优点 莫过于他们不会半途而废 尽管遇到挫折 坚韧的他们绝对会将自己想完成的事 坚持完成 所以反而执着固执才是他们的优点 他们面对挑战不到最后一秒 是绝对不会停止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完成大事 不过由于水瓶座总是让人捉摸不定 所以慢慢的开始有人会说 啊 水瓶座时常搞失踪 冷淡 忽冷忽热 给人的感觉不在忽 飘忽不定 这让许多跟水瓶座在谈恋爱的人 都纷纷的在苦恼 那会这样啊 所以呢 针对以上这几点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帮水瓶座平反 分析一下水瓶座到底内心在想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的水瓶座 众多优点急于一生的他们 唯一完全没有涉略的就是 谈恋爱 相信大家如果身边有水瓶座的朋友 应该都会发现 由于水瓶在日常生活中 透过刚刚开头提到的优点表现 其实水瓶座人际关系是蛮不错的 在团体里也会有一股气势 不容易被忽视 所以呢 一旦跟水瓶座谈起恋爱 你绝对会发现 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针对谈恋爱的必做清单 水瓶座只会说 啊 好麻烦哦 爱好自由的水瓶座 平常已经习惯了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好麻烦哦 如果你们要求水瓶座 为了谈恋爱 复说以往 他们不太会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水瓶座会开始感觉到 牙抑甚至有点抗拒哦 所以如果你们是刚进入交往期 而你们认为水瓶时常会搞失踪 不报备行踪 那这个时候你们就要稍微体谅一下 已经独立自主习惯的水瓶 若是才刚交往 或是突如其来的要求他们 要报备行踪 他们不但可能会产生抗拒 并且有可能会执着的 抗争到底哦 那当然也有人说 我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啊 我真的很需要另外一半给我安全感啊 好麻烦哦 如果是这样 也有个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 作为伴侣的你 如果很难让水瓶座放下执着 试着尝试改变 但是如果透过水瓶座 特定的好朋友给予建议 其实水瓶座会当作吸收知识 从而听取意见 这边就讲个题外话 水瓶独立自由的外表下 不论是对自己的自我认可 或是生活中坚强面对的压力 其实他们长期以来 心中都累积着许多 没有表现出来的不安 水瓶座不喜欢变动 所以啊 往往在水瓶座周遭的朋友 都会是水瓶座 心目中坚定认可的好朋友 因此水瓶会相对的比较依赖 或是听取朋友的意见及安慰 毕竟他们是水瓶心中的支柱 作为伴侣的你 也许可以请水瓶的朋友 帮忙给予建议 让水瓶慢慢的去了解 面对不熟悉的恋爱 该怎么去做改变 就算要面对面沟通 也不要拿 谈恋爱就应该这么做 去压制水瓶 因为水瓶就是不懂得谈恋爱嘛 那如果状况是更严重的 失踪外加冷淡 首先 其实水瓶座不像外表那样的 坚强与乐观 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现的越突出 内心的不安全感也就越强 当压力满点时 一旦无法再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表现 这个时候水瓶座的鸵鸟心态 便会展露无遗 尤其是面对自己不熟悉的谈恋爱 若是两人已经开始产生了矛盾 水瓶座会开始像刺猬一样 不管你说什么 他都会刺你一下 直到失态严重 水瓶无法控制 他们就会选择逃避远离 态度180度转变为冷淡 其实呢 这都只是基于水瓶座的自我保护机制 为的就是隐藏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 而产生的本能反应 自己躲起来 上演内心戏 他们需要的是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好好的思考 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时候不适合去打扰他们 不要主动联系或是夺命连环扣 不给他们冷静的空间 不然可会造成反效果 只要等水瓶座一个人放风 冷静思考过后 他们自然就会出现解决问题了 所以啊 不管是水瓶的失踪或者是冷淡 他们基本上需要的就是自己的空间 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跟水瓶座的好朋友打好关系 他们绝对会成为你恋爱中的贵人 所以水瓶座的失踪 绝对不是他不在乎你 这个很重要 忽冷忽热 这个就水瓶座的天性啊 好了好了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但为什么我说是天性呢 因为水瓶座就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星座 我们可能永远都跟不上他思考的步伐 他们内心真正的小宇宙 可能还比其他的星座来得更深层一点 其实在面对不同的情况也是有迹可循的 例如我们先说同事或朋友好了 当面对职场朋友或是校园生活的时候 水瓶看待手上掌握的事情或工作 总是非常的理想化 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他们会竭尽所能的去达成自己想要的目标 但如果团队中出现不一样的意见 整个过程是受到波折及不顺遂 尽管水瓶座认为自己提出的做法是不错的 但面对分析时 水瓶座也会尊重他人的意见 往往也会选择不反驳 甚至接受别人的做法 但如果最终的结果 不是水瓶座心里所想的那个理想范围 这个时候水瓶座瞬间无力 失去动力 然后丧失所有的兴趣 是不是很戏剧化 当水瓶在尝试与人共事 但却产生意见分歧 这个时候水瓶会选择默默的Fed out 心里想算了我解释也没有用 他们不懂我就算了 所以当朋友或是同事 感受到水瓶座忽然间的冷淡 那不是针对人 而是针对处理事情的无力感 过几天就会原地复活了 毕竟水瓶座也不是爱记仇的星座 他们并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 而针对人去讨厌他们 但如果是感情这个部分 还是略有不同 这还是要回到刚刚我们说的那一点 水瓶座就是不懂谈恋爱 他们不会像一般的伴侣 就算没有话聊还要跟你尬聊 也不会因为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话题 就为了让你有安全感而做些什么 不是他们自私 而是他们无法理解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不喜欢束缚的感觉 他们不是故意的 不是因为知道你想要 而故意不这么做 而是当每一个固定的话题或是模式 持续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失去了新鲜感 自然的他们就会冷却 不可以保持原先的模式 这时你感觉水瓶冷了 但其实他们只是觉得暂时先这样 等过了一段时间 你们有了新的话题 新的模式 又或是他又想你了 水瓶座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鲜感 而表现的比较热情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那其实可以让水瓶座 多表达自己想讨论的话题 或许比较可以保留他们的热情 另一种原因呢 如果你们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而水瓶座如果很在乎你的话 有可能忽冷忽热 会比较稍微明显一点 因为他们的不安全感会隐隐作祟 他们担心自己会受伤 只要还没有定论 他们会用理性来压迫自己的感觉 只要水瓶不是主动追求的那一方 在还没有确认关系之前 水瓶座他都会利用冷来隐藏自己的胆怯 但是如果水瓶座是主动的那一方 那基本上他会表现得很热哦 那总而言之 不管是哪一种忽冷忽热的原因 都不会因为是水瓶座不爱你 或是不在乎你 其实水瓶座就是需要自己的空间 而且水瓶座其实很专一 他认定的对象 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很多人都说水瓶座好像一个人生活 就可以过得很好 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好像也不在乎 看似有点冷漠冷淡 爱自己 唉你们太不了解水瓶座了 其实目前上面几点说下来 大致上都是因为水瓶的天性 而引发大家有这样想法的 不过我要说一些刚刚没有说到的点 你们都已经知道水瓶座是一个 想象力丰富 有敏锐的观察力 分析能力很强的星座了吧 那当他们在思考想象 以及分析事情的时候 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发呆的状况 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在发呆 尽管你问他们你在发呆吗 大部分的水瓶都会秒回一些毫无意义的内容 来表示他们没有发呆啊 你看看多可爱 你在发呆吗 我家邻居的猫昨天生了三只小猫 然后呢 但因为这样脑洞大开的水瓶 时常会因为这些灵感的出现 常常会陷入自我思考 发呆 并且很有可能马上执行这些艺术作品 所以啊 水瓶才需要自己的空间 创造自己的新作品 自在不受拘束 但不得不说 水瓶座也是很渴望被关心被爱的啊 今天你在乎我 我就在乎你 甚至有时候还会触境大发 而且水瓶吃醋的表现是很可爱的哦 可能是自己默默做事情 硬是要做出一些小动作 来吸引你的注意 然后硬是要你问他 你怎么了 那他就会回你说 没事啊 你怎么样啊 只要水瓶是完全身陷在爱里面 这占犹豫 可不输给天蝎座哦 在朋友圈中会一直提到你了 这么清楚明白的表现 不要再说水瓶座不在乎 不关心你了 他们只是偶尔需要 自己放松的空间 目前讲到这里 应该还是让水瓶座的另外一半 多了一份安心吧 不过还是有帮水瓶座洗白啦 毕竟如果你不了解水瓶座心理的想法 还是很容易被误会成一个 不专一的星座啊 不过啊 我们常常听到水瓶座独立自主 甚至是风向星座当中 思考特质最强的 因此绝对不会把 公主病王子病跟水瓶座联想在一起 所以时常太过于独立的水瓶座 会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只好沉浸在自己的小宇宙 跟人产生了距离感 长久下来的确也会让人家误会 是个自私冷淡多变的星座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水瓶座的朋友 大家可以多多体谅 多关怀一下他们 把他们拉回地球上吧 毕竟独立的水瓶都不太会去开口 寻求帮助的 那星座洗白呢 下个月也会针对双鱼座 来做一起洗白影片哦 如果你的星座还没有影片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的IG私讯我 或是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受了哪一些委屈 或是你被误会了哪一些点 当然呢 我也会整理起来给大家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记得到我的频道里面 去看看不同系列的影片 大家记得要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是奥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于是他们的自我认口 于是他们的自我认口 当然如果水瓶座是主动的那一方 那不用说了 他们肯定是很熟的那一种了 大家好 下集 iada 下集 来 下集 来 下集 来 下集辉 下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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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 那 一项 下集 谢谢观看